今年阿台已經學會APEC在北京結束了 馬總統今天接近代表團 對小環中和代表團有很大堅定 面對中國和韓國在APEC 達成簽署FTA的共識 馬總統強調說 臺灣一定要同時會帶來的衝擊 也好有國會要趕緊 審查兩派感到調 這可以改割臺灣的困境 馬總統14號也接近代表團 並且各地困定代表團的身個 都是對中韓要簽署FTA 馬總統表示不可以不洗衣 也好讓你懷疑 對兩派感到調的要趕緊審查 小環中這次代表馬總統出席APEC 不過過來媒體報道 中國大陸在情報和接機方面 愛花台灣 不過小環中回應 APEC專程是說英文 台會和各國都說我們是中華台北 並沒有愛花的問題 重點是臺灣可以在APEC出身 稱我小萬長先生 我當然不滿意 但是當我進去 是中國台北在發言的時候 我覺得跟其他的經濟體 平起平坐 另外外界這次 一樣出席APEC的經濟部長肚子軍 所以在中韓FTA的內容 沒什麼了解 不過小環中也出面 拿肚子軍說過 教室中韓對FTA的內容 以為是保密改端 不可以怪肚子軍 大陸跟韓國道現在雖然宣布 已經都要簽約 但是他不公布嘛 因為他認為這個還是到一個 還是在保密期間的時候 就是保密 這萬長這次也跟美國國務卿開銳 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會談 美國剛才答應 台灣關係法不變以外 也希望家共相同的投資 另外日本對沈華兩國的經濟關係 也都有共識 記者小宗介信一代把報道